各位新加坡爱东美的伙伴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好鲜果干生产制造商得成国际的执行长 大家可以叫我Peter 今天很开心来到新加坡这么好的地方 其实我们今天与其说 我们是来介绍果干这个产品 不如说我们来介绍果干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爱多美的伙伴 是怎么样为爱多美的会员们提供一个最棒的产品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说吃果干有什么好处 大家会说那我就吃新生水果就好了 可是大家想过吗 你新生水果你可以带着走吗 你可以放在身上吗 你可以想吃就吃吗 不行 你要切 你要洗 你也不可能把果干放在你的公司包里面 你也不可能把水果放在你的公司包里面 那你与其呢 你都已经要吃果干了 吃零食了 你为什么要去吃那些高油高糖的那些不健康的零食呢 那你在吃的过程中呢 又可以补充天然植物的营养素 这些都是果干的一个好处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呢 你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那有一些磨牙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吃一些把果干当作是磨牙的一个零食 那还有一点呢 说到这里 对 应该是要鼓 掌声加尖叫才对 那其实呢 昨天呢 我有参加我们的生活中心嘛 台湾叫教育中心 那我昨天提到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果干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新加坡跟台湾一样的热 热的时候呢 你就想喝什么 想喝饮料 想喝奶茶 咖啡啊 然后一些碳酸饮料啦 但是这些东西 第一个它事实上是真的比较不健康 第二个呢 它不解渴 喝越多越渴 这时候呢 就算你喝了果汁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它也是高糖的 那我昨天说了一点呢 我们的那个玫瑰大师 罗大师呢 他就创造了一个做法 他把我们的果干把它撕掉 加入水里面 就变成了一罐果干水 而且是非常解渴 健康的果干水 我们可以来问看看罗大师 对这个果干水的想法 OK 首先这个是 首先很健康 第二 很有那个淋滋原味的感觉 而且重点是 健康 大家一定要吃 用我们这个的果干水 太棒了 我们谢谢一下罗大师 那为什么果干这么好 我们还要挑台湾的果干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是水果王国 那台湾的水果呢 为什么这么好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早期政治的因素 所以台湾的人呢 最优良的人都跑去读农业了 所以台湾的农业的改良呢 是一直在国际里面受到肯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台湾呢 刚好它越于乐带跟亚乐带地区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台湾玩 坐高铁从台北一路坐到墾丁 那一路上的风景都不一样 有高山 有平原 有丘陵 有大海 有和食堂 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水果就是需要在一个很热的时候非常热 很冷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 它才会制造出它天然的一个甜度 所以台湾的水果呢 不是透过所谓的肥料 化学药品来让它制糖的 而是它本身大自然的甜度 请大家帮台湾的水果加个油 好吗 那我们的好鲜果干呢 百分之百都来自于台湾 那产销履历优先使用 产销履历是什么概念呢 今天你们吃的果干 我可以告诉你 它是在几月几号 在屏东的哪一块田 由哪一个农夫生产出来的 所以呢 你吃到这样的果干呢 第一个 安全没问题 因为农夫一定知道说 万一他做不好 我们一定会上门帮他找麻烦 所以呢 因为我们这个产销履历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农夫从农田里面的 田间的管理 到我们工厂的食品安全 都是要献给爱多美的伙伴 那 谢谢 谢谢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挑选的是什么样的果品呢 我们竟然吃水果要吃最好的 当然吃果干为什么不能吃最好的 我们的果干的果品呢 挑选的是外销等级的 最近呢 我们高雄市长 韩市长有来我们超商 新加坡的超商这边卖水果 卖了两个水果 大家知道什么水果吗 芒果 芒果 还没盛产 抱歉 下个月的事情 两个 第一个就是金钻凤梨 第二个就是巴勒 这边可能叫番石榴 那这都是我们的产品之一 也是台湾特有的水果 待会我会介绍一下 那我们挑选的水果呢 大家在超市里面买到的水果 就是我们得选跟爱多美使用的水果 不是使用过期的败坏的水果 没有尖叫可以 但是要有掌声 谢谢大家 那我们的 所有我们的东西呢 尽量呢 我们都是跟小农去合作 没有透过中间的一个贸易商啦 或者是大盘商啦 我们都直接跟农民去契作 我想这个是一个 爱多美跟我合作的时候 跟我要求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要求呢 当然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绝对品质 绝对 对 所以我们不经过中间的剥削商 第二件事情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社会责任 其实这点我很有感受 从来没有一个我的客户跟我讲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农夫的生计着想 他们希望我定出一个 合理的价格给我们的农夫 让他们可以安生匿命 他们是比较社会 比较可能比较弱势的一群 第二个呢 是给农民一个该有的保障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要提供他这样的一个保障 这都是爱多美 他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而不是单纯的希望 我们能把价格给压低而已 那这点呢 其实我在整个跟爱多美 在合作的时候 在跟我们爱多美同仁 在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跟其他一般的客户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 我自己能赚多少钱 而是这个社会 能不能有一个共荣 共享的一个环境 那说到了食品 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安全 我们厂内呢 全部通过TUV的检验合格 那爱多美的同仁呢 定期也会委任SGS 来对我们厂内的产品 做第二层的一个检查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呢 经过了两道国际性的检查 一个是TUV 一个是SGS 那这点呢 我想在市面上的果干产品 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们敢保证 我们的所有的果干产品里面 都是42 426项农药检验 没问题 无防腐剂 没问题 无人工甘味剂 没问题 无荣根色素 没问题 无重金属残留 没问题 这就是大家吃的果干产品 那我刚才提到 为什么我会跟爱多美来合作这个产品 那我想大家刚才有提到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那其实我们在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以开发角度来看 因为爱多美的同仁呢 第一天跟我开会的时候 就一直讲这句话 很像苍蝇一样有没有 就绕在我旁边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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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说 我们不会因为要赚钱 而省略掉会员该有的品质 所以他希望我推出一个 跟市面上不一样的产品 不是高糖 也不是用拜会的刺激果 也不是为了要省钱 去放一些化学添加剂 去找一些不好的原料 这都是我在其他客户里面找不到的 他希望我透过我们跟他们 跟会员之间 会员买到好的东西 他们找到好的供应商 我找到好的会员来服务 大家人共融共享的概念 我们去把这商品生产出来 那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困难度 但我想爱多美的同仁 一直不断不断地来协助我 包括我们台湾的剧总经理 也一直来跟我协调 我们要怎么把这事情做到最好 来把这个果干产品 呈现给我们的伙伴同仁 那我在这里呢 我大概稍微地解释一下 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得成国际 我们大概2014年的时候成立的 创立了一个品牌 那2015年我们开始就有一些产品的研究 开发 比如说坚果果干 这是我们的主力产品 那16年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的慢性疾病 其实越来越多 包括台湾的喜盛 就是世界第一这个有名 不太光荣地有名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吃了太多不健康的东西 那当然呢 我们吃零食是一定每个人都想要的 我每天吃完饭油腻啊 或者是我今天在外面 忙了一整天回来 想要休息一下看个电影 我就想吃个零食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说台湾的果干产品 一直不断不断地在增长 那因为呢 就像刚才第一 刚才一开始我说的 如果我今天都要吃零食 为什么我要去吃油炸的啦 为什么我要去吃那些全部添加物啦 为什么我不能在吃的时候 同时补充开油的营养素呢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在17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爱多美的同仁 针对这个产品去开发 那这是我们的工厂 我们是一个合法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当然我们也具有 ISO22000和HACCP的一个食品 合格厂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呢 在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像我们凤梨要去皮 那去的皮呢 应该说我们就吃果肉而已嘛 可是这时候呢 爱多美同仁说 不不不 所有东西 尽嘴里面的东西 都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以呢 他们要求 即使我们已经把农药 所有的东西检验过 所有东西为了安全 我们要对果皮 也是要做一个 很深很深度的一个清除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也找了厂商 帮我们开发了一款 就是超音波臭氧机 来清洗 那这个超音波臭氧机呢 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叫超音波 第二个叫臭氧 超音波就是第一次 水果进来的时候 我们又把它怎么样 超音波把农药震荡掉 把菌丝啊 跟农药把它震荡掉 震荡掉以后呢 它还是在水里面嘛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用臭氧 用O3 把它分解掉 把农药分解掉 所以就算是我们 不再吃果皮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样 用这样的机器去清洗它 那清洗完以后呢 我们第二个呢 我们是一个食品级的生产线 待会最后我就说到 我们的果干 跟一般市面上可能 大家想象的果干是不一样的 不是在一个长男的环境啊 苍蝇 蚂蚁一大堆的地方放下去生产的 我们完全就是一个食品级的生产线 包括我们员工的安全检查 健康检查 室内的清洁环境 低温智能的生产系统 那刚才有听到说 我们是用30 怎么样 46度C的红烤 这个在大家很多人眼中是不可能是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46度C可能时间上就要很长 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营养素 保留在我们的果干产品里面 那最后一点是节能审探 这个又提到刚才所谓的社会责任 我们当初在开发这款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爱多美同仁就一直跟我说 希望能环保 希望不要制造太多的孵然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把这个所谓的节能审探把它设计进来 那最后一个呢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专业的实验室 那这个实验室呢 就是所有呢 我们进来爱多美的果干的产品的原料 都是最安全的 出去的产品也是最安全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的设备 然后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的生产流程 大概就是我们也会先检查 然后没问题 我们就开始做超音波的清洗 去皮结块 然后我们就用特殊的工法去杀青 然后我们再用智能系统去生产它 最后产品的检查 跟那个包装的出货这样 那大家就会想说 大家最害怕的 吃东西最害怕的什么东西 吃水果最害怕的什么 荣药 荣药 刚才我提到说 我们的荣药呢 其实是完全没问题 怎么没问题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这个荣药呢 我们在开始挑选果农的时候 就已经去着手了 怎么样着手呢 我们就已经跟农委会 台湾的农委会 已经是合格的一个农家系统 我们去挑选它 挑选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他签约 威胁他 就是说不能放荣药 要符合规定 这些事情 这都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它做到最好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怎么样 主动去抽烟 抽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员工就跟小偷一样 半夜开着火车 在夜高 在风 月高 那个叫怎么讲 夜黑风高是不是 夜黑风高带着镰刀 去割凤梨 割完以后放到城 没有啦 我骗人的啦 他就是说去那边 然后跟农家说 我要去检验 他会带我们去 然后我们就割一个凤梨 回来检验这样子 那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说 我们不要让它 已经进来我们厂区 发现了农药 我们已经开始生产了 所以我们限地的时候 就抽完以后 来我们的厂内 先做检验 确定没问题 我们再跟他讲说 几月几号 你的金钻凤梨 可以进来厂了 那第二个 当然除了 除了它树上的东西以外 来到我们厂前 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什么 一个农药的筛检 那农药的筛检呢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东西吃完了 农药检验报告还没出来 因为早期的技术呢 农药检验呢 大概需要三到五天吧 那我们不可能抽了咽以后 三到五天再来生产嘛 水果都烂掉了 所以呢 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政府 其实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爱多美同仁 很坚持的一点 他说不行 一定要先宴再吃 这个一定要先宴再吃 那这点呢 其实给我下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全台湾没有人这样做 该怎么办呢 但是绝对品质嘛 那个苍蝇又跑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怎么样 就还是得把它解决掉 这时候呢 我们早上呢 我们台湾一个 一个农药 非常高端的一个 农的科学技术的 科学局的样子 它有一个技术 它这个技术呢 授予我们台湾的民间 去做商业上的应用 就是可以达到什么 先宴再吃 所有东西进来以后 五分钟 不是 大概是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的时候 就马上可以得知说 这个东西 有没有农药过量的问题 他们是采取一个 所谓苍蝇头的概念 因为苍蝇怎么样 吃的农药会怎么样 会死了 对不对 那它把苍蝇的 那个头的一个 死掉的一个 会死掉的那个 那个机制的东西呢 把它 把它 脆化 然后放在我们检验里面 只要农药超过了 那个脆化机制 就会 那个机制就会 跑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 鲜艳再吃 所以大家吃的果干 都是 符合农药规定的 那应该是要果掌加尖叫了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就是 其实我们做这么多呢 其实说实在话 这个果干产品 我们爱多美同仁 真的很用心 不会因为觉得说 它只是一个零食啊 它只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不是一个主力产品啊 然后我们就没有用心去做 它不会 它们对每一个产品的用心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非常非常喜欢 跟爱多美的同仁 合作开发这个产品 那我大概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产品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果 第一个 金钻凤梨 这里有去过台湾的 可不可以举个手 哇 这么多 三楼的同学有吗 没有三楼啦 不用转头 那那个 我们这个金钻凤梨呢 跟全世界 凤梨品种是不一样的 刚才有提到呢 这个凤梨的品种 是由台湾自行改良的 那这个产品呢 最大特色是什么 它的果肉 它的纤纹很细致 没脱细啦 这应该有福建话啦 第二个就是说果心柔软好食 我们看到图片 我们的好咸果干呢 好咸果干呢 是凤梨花 是Pi Apple Flower 不是凤梨什么 芥 不是中间把肉心挖掉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只有这款凤梨 可以这么做 全世界只有金钻凤梨 可以连心一起吃 这个是跟市面上的产品 都不一样 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住饭店 有提供水果 那我就看了一下 真的都没有芯 真的都没有芯 不是果干啦 鲜果啦 因为那个心太粗湿了 那我们甜度也高达16% 我们这款凤梨果干是无加糖的 大家想到无加糖会有什么状况 对 酸涩嘛 对不对 我们敢做无加糖 这是第一点 所以第二点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什么 如果会酸怎么样 加很多糖 如果凤梨没有味道怎么样 第一个东西进去嘛 对不对 如果这东西 凤梨已经败坏掉了凤梨 怎么办 鲜果已经败坏掉怎么办 加个防腐剂嘛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呢 在这款产品里面 你们都看不到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大家看不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水果就是要新鲜 水果不新鲜 这款产品就做不出来 如果水果呢 不够新鲜的话 很快就会腐败 很快就会坏掉 很快就没办法 吃到它的原汁原味 金钻凤梨打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细细品尝 有一股非常好的凤梨原味 而不是大家吃到所谓的 凤梨软糖 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 几乎呢 它全部都是净糖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的凤梨果干 打开来看 完全看不到对面的同学 这个美女我看不到 为什么 它不透明 为什么它不透明呢 因为里面一个糖 添加了都没有 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一般市面上 看到的凤梨果干 全部都是透明状 胶状不一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 糖的一个胭脂了 没有那么多天 我没说 就是已经胭脂了三到五天了 所以说全部都是 你吃到的不是叫做凤梨果干 叫做什么 对 凤梨糖果 这个美女说得非常好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那东西我们不会做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它 就是凤梨糖果 你看我站在这个位置 还闻得到它原本凤梨干的味道 可以想象到我们屏东的草原上的 一个凤梨的鲜味 第二个是我们珍珠巴勒 这个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 我们知道泰国的巴勒很多 大颗的 很大颗 跟这个美女的头差不多一样大颗 但是 没有 我不是说你头大颗 这个珍珠 这个巴勒那么大颗 它主要是做什么 加工用 什么加工用 就是 把它推下去当巴勒芝 那台湾的珍珠巴勒 它有一股特殊的风味 就是它口感很爽口 那有一个特殊的干味 那食品等级的 我们做的东西都是鲜果的 一个鲜食的等级加工 都不是用刺激果 那甜度有到14% 那大家会问说 那这款珍珠巴勒 有没有加糖 没有 有啦 但是它不是加糖 为什么它有糖呢 有人问我 之前在其他成功学院问我 为什么它有加糖 因为我们的 大家有吃过那个 就是干草粉吗 干草粉呢 为什么好吃 因为它有一种干味 巴勒烘干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干味 那这个干味呢 很多人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呢 就跟我们爱多美同仁 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 怎么来因应这个东西 那后来我们就研发了一堂 一个叫做过糖技术 所以过糖技术说我们不用静置 我们不用大量的糖去静置它 去泡它 我们用一个过糖的技术 把它稍微的过掉 把糖的一个滋味的 把那个干味把它提掉 那爱闻芒果 大家如果今天来的 爱多美的伙伴们 有去过台湾这么多人 一定吃过什么 芒果冰 对 那台湾的芒果冰呢 只挑一种芒果 叫做爱闻芒果 爱闻芒果呢 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 这种芒果的特色就是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香 它不会让你要吃到才能闻到 你一打开把皮剥掉 你就觉得 这个芒果怎么香成这样子 这是一个独特的香气 天然的香气 那是一个独特的品种 那果肉的纤维很顺口 那甜度也到16% 那我们怎么样 一颗那么大的芒果 只做两片而已 只切开做两片而已 有没有觉得很浪费 有吗 剩下的有人想带走 但没办法 一颗芒果里面就只做两片 而且我们15公斤 只做成1公斤的爱闻芒果 15公斤只做成1公斤而已 所以大家吃到的东西 是一个很极致的好东西 那情仁果 情仁果我们主要是透过一个土芒果的釉果来做的 那情仁果的滋味就是酸酸甜甜的 让你有恋爱的感觉 阿公会爱上阿嬷 这种感觉 那我们的甜度 也是酸甜度也是讨论了很久 尽量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酸度下 让甜度可以释放开来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火龙果 火龙果 大家有没有看过台湾的火龙果 一颗800克 一颗800克 非常非常的大颗 台湾的火龙果真的是好 为什么台湾的火龙果好呢 台湾的火龙果有一些技术 譬如说像灯灶技术 所谓灯灶技术呢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方法来骗火龙果 来骗火龙果 我们冬天的时候天气太冷 不够温暖 所以这个水果它就不会成熟 我们就用一个灯照到它的头上 跟它讲说 就一直骗它说 你要长大 现在是夏天 这样子 然后让它原本一颗水果可能只有500克 它就啪啪啪啪长到800克 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肥料 一些添加物 就是用这个技术 那这些技术我说起来很简单 其实这个技术非常的难 它考虑到很多因素 温度的调节 控管 光温 还有今天的湿度 各方面才能让一颗火龙果变得这么大颗 它的果肉是相当的非常多汁 它的甜味是很清甜的 那火龙果呢 台湾最好的火龙果都运到哪里 运到加拿大 运到加拿大去 那这个加拿大的火龙果呢 跟我们现在用的火龙果一样是同一种东西 所以大家在这边还没有吃到台湾的火龙果 可是可以吃到台湾的火龙果干 为大家为自己掌声一下 而且我们的甜度呢 也是超过了18% 最后面呢 大家就会说 说这么多 到底我们产品的特性在哪里 我们产品的特性在哪里 首先呢 我大概整个汇整一下 我们的制作方式是用干燥熟成 所谓干燥熟成呢 就是相对于其他产品是用什么 高温油炸 它用一个高温油炸的东西 所有的营养素都不见了 而且是高油高脂的东西 其实还是不适合给一般的小孩子跟老年人使用 第二个呢 我们是怎么样 低温的烘焙 相对于其他厂商呢 他们是一个高温的烘焙方式 那高温的烘焙呢 又回到刚才那一点 因为需要高温 所以需要高糖 因为需要高糖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太好的水果 这个都是跟我们 做初衷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在一个合规的一个生产环境下生产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边 它大部分的果干呢 很多都是在一个非法工厂 或者是即使呢 它是在一个合法工厂 但是它并没有合规的在生产 的一个地方去做生产 那我们呢 是无糖或者是微糖 所以用刚才讲的过糖技术 来生产这块果干 那很多厂商呢 它就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浸糖的蜜鉴 蜜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产品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糖果的形状 你吃不到任何东西 那因为呢 你糖放太多了 所以怎么样 你的果干的水果原味 已经不见了 不见怎么样 滴一些东西进去 它就跑出来了 大家吃到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会称它是蜜鉴 不是果干 很多人把果干跟蜜鉴 这两个产品给搞混 果干的东西 就是用最好的水果 最低温的制程去产生的 那蜜鉴呢 它不是 它是什么水果都把它推到里面去 大量的加糖加化学东西 加一些人工甘味剂 甜味剂 然后一个化学的一些滥料 让它变得色泽鲜艳 然后甜度很甜 然后有一点水果味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这款果干 跟市面上产品不一样 最大的地方 那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是一个当季的咸果 那其实呢 大部分的蜜鉴的生产商呢 他们提供的 还是一个过期的刺激果 这些都是在我们水果根 我们果干跟蜜鉴上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去超商 去看这些产品的时候 想要吃一点果干的时候 大家就去看 看看网把这个包装呢 把它打开 刚才那个 投影片 看到 看到下面 有没有 念完我都快睡着了 它加了什么 巴勒 蔗糖 食叶 柠檬酸 偏亚硫硝酸 漂白剂 食用色素4 然后 这个我都不会念了 这个化学东西我都不会念 为什么我们不会念 因为我们常念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不该怎么念它 所以其实呢 我一直希望说 大家去试看看这个产品 过个健康的生活 即使我们想吃零食 我们都希望 替自己的健康把关 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健康看到最重的部分 不要轻易去吃那些市面上一些化学的东西 那最后呢 我们在这边 大概在跟大家从头到尾解释一下 好鲜果干 为什么好吃 三个原因 第一个 低温的坚持 我们全程低温干燥 柔软适中 第二个 要低温 你就必须要 长期等待 细心地呵护 纯天然的鲜果干 最后一点呢 我们只挑果肉甜度符合标准的 刚才有提到 如果果肉甜度不符合标准 我们就必须要加大量的添加物进去 所以呢 我们在不要添加这什么东西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只挑最好的果肉 最新鲜的水果 来制作这一款好鲜果干 那这样子 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其实呢 这款产品 我们在制造生产过程中 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去研发出来 它跟一般市面上的果干 是有很大的差异 或者是跟市面上的蜜件 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希望说 大家真的 真的有机会 去吃看看它 那来试看看这样的不同的果干 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好东西 谢谢大家